没想到玩个曲曲零突然差点给我看上行了 在我们的物香店里连续让同一个店员上班7天 就会达成一个成就 请遵守劳动法 这辈子也没想到在游戏里当上了资本家 而在曲曲零里想这样的硬件成就还有很多 在六分街把时间调到晚上 然后去喝一杯咖啡就可以达成一个成就 清香无人入眠 除此之外在晚上来到电话亭接电话 就可以达成成就 午夜悄悄话 这些每天晚上都会有不同的人打来 有时候还能听到惊悚故事 最离谱的是 解锁联系人系统后邀请角色出来约会 约完之后 咱们不去 等到第二天再回复消息 就可以达成成就 出门还要看运势吗 好好 虽然有飞灵转 但我怎么舍得让他们等我这么久